第十一章 保罗怕信徒失去唇一的心 但愿你们欢容我这一点愚妄 其实你们愿是欢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愿是上帝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精洁的同女 献及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哪向基督所传 唇一清洁的心 就将蛇用鬼诈 有或了下蛙一样 假如有人来 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 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上帝的福音 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规附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来 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 都保足了 我向来凡事紧守 后来也必紧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 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归亚一大地方 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我不爱你们吗 这有上帝之道 我现在所作的 后来还要作 为要断绝那些尋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是鬼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役 若装作仁义的差役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鱼妄的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鱼妄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 不是奉主命说的 乃是将鱼妄人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如妄人 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博 或侵吞你们 或劳略你们 或武慢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 是羞辱自己 好象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 人在何事上勇敢 我说句如妄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 他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保罗以诸般患难为荣 我给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劳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就一夜 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导策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帝卿的危险 受牢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碎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宗教会 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招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 软弱的事 便了 那永远可清重之主 主耶稣的父上帝 知道我不说慌 在大马式 阿里达王手下的提督 把手大马式城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康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聚下去 脱来了他的手 请不吝点赞船 请不吝点赞船